大家好,欢迎回来,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呢,其实我一直想要讲很久了,我不知道为什么等到现在,还有我很久没有讲关于牙齿方面的,所以呢,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你们聊一聊,黑三角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,就是在你们牙齿中间那个缝隙,那个地方呢,牙肉不见了,所以就变成好像一个缝,像一个三角形,黑黑的,那这种呢,其实很棘手,因为呢,很不好看,很不牙关, 而且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呢,你会一直不停的注意,你会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呢,你就会一直盯着那个看,而且那还会越来越严重哦,因为呢,它那个缝可能会越变越大,而且你的食物还常常可以塞在那个缝里面,然后就变成说一个很不好的,很糟糕的循环,到最后你可能那个地方还比较容易蛀牙,甚至严重到你可能那个牙齿还会掉, 今天就是要跟你们好好讨论,到底什么会造成黑三角,黑三角呢,就是牙齐萎缩的一种,那么你一定要知道,是什么造成的,因为这样你才可以知道,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,那第一个我一定要讲的是, 请把你家里的牙签丢掉,那我这一次呢,特别买牙签回来,我家里没有牙签,那我买这个牙签呢,就是为了呢,要给你们看,就要告诉你们把它丢掉, 然后我才发现,哦,原来它,我是买那种有肉桂的口味耶,那么如果你不想要丢掉的话呢,其实你也可以拿来就是炒菜用,那我现在就决定把它拿来就是,我乳鸡腿嘛,那我就拿这个搓鸡腿,那这样子的话呢,那个乳汁比较进去,比较吸收比较快, 为什么它会造成黑三角,你们想一想,你们那个地方呢,如果本来是有牙肉,或者牙肉呢,已经开始在萎缩了,那你就一直在里面,一直进去,出来,那么你们想想看,那个地方是不是会缝回越变越大, 所以我今天如果到别人家,亲戚家,朋友家,如果看到牙签的话,我就会,嗯,赶快丢掉,我就一定会跟他们这样讲,除了牙签以外,还有其他东西可以造成黑三角,比如说很多人很喜欢用那种, 我们叫做interdental brushes,就是那种会可以清牙缝的那种brushes,那个brushes呢,理论上是很好,对不对,就是帮我们清,我们牙缝,然后可以呢,可能有一些人有牙周病啊,对这些人呢,特别的好, 可是问题是说,如果当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size,因为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size,那你如果用错size的话呢,你真的可能会导致你本来还没有, 牙缝的哦,黑三角的,你一这样子搓的话,它可能那个地方就越搓越大,所以这也是要小心的,还有甚至我们磨牙啊,咬指甲啊,这些都可能会造成牙因萎缩,黑三角,还有一种我常常会看到,就是做完ortho,矫正完牙齿以后呢,然后我就会看到,哎,他们就会有黑三角,那很大部分的时候呢, 其实不是因为矫正牙齿造成的,其实是因为呢,可能牙齿它本来是rotated,或者是它有些牙齿是overlap,那这种状况呢, 它那个,里面那个牙肉,就是我们讲papilla那个牙肉,它没有形成,当你把它整个牙齿拉回去,变成正常的位置的时候呢,这个时候黑三角会出现,不是因为矫正造成的,是本来就没有在那里,那矫正完另外一种状况就是, 牙因萎缩了,有黑三角是因为没有好好清牙齿,然后呢,牙周病开始了,这个是我们常常见的状况,再来基因,还有你的牙齿的形状呢,也很重要,这也是非常关键的,有一些人的牙齿呢,就是比较三角形,那个地方比较三角形的时候,你必须要多一点的牙肉,那个缝才可以被fill,就是满,把它长满嘛,可是就是有一些人牙肉就不够啊, 那那个地方就很容易,就会变成一个缝出来,那有些人基因呢,它的牙肉本来就会比较薄,我们叫它thin biotype,这样研究也发现说,Asians,亚洲人呢,的那个牙肉,就是比较薄一点点,那薄一点点的牙肉呢,也有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牙育萎缩,还有黑三角的问题,那这些人呢,也特别容易变成牙周病,因为牙周病,和薄一点的牙肉呢,也有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牙育萎缩,还有黑三角的问题,那这些人呢,也特别容易变成牙周病,因为牙周病,和薄一点的牙肉, 牙肉呢,本来就是相关的,那接下来呢,我不得不讲一个非常大的原因,你为什么会有黑三角,或者是牙龈萎缩,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呢,其实就是gum disease,牙周病,那为什么会有牙周病呢,没有刷牙,没有清干净牙齿, 那这个时候呢,牙龈那个地方呢,就会发炎,牙龈发炎以后呢,你那个牙肉就会开始抽开,你知道吗,然后呢,就会露出你那个牙根,你现在想想看,当你牙齿,那个牙根露出来的时候呢,是不是就会很容易会有黑三角,那你本来那个地方呢,很漂亮一个粉红色的,很饱满的黑三角,那个地方呢,到最后就是空掉了,然后变成一个缝,病菌呢,就特别喜欢, 这个缝,他们就很爱在这个缝里面,然后食物也很容易塞在那里,所以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循环,所以牙周病真的是,我们牙医最讨厌的,也是最棘手的,也是很多人明明有牙周病,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,最恐怖的呢,就到最后,骨头也开始萎缩了,包住你那些牙齿的骨头呢,全部萎缩了,到最后你的牙齿就开始移动,我这种牙齿呢,其实我就 就直接这样子,我手就可以拔出来了,我常常看到这种,那现在有什么有效的治疗,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这个呢,你一定要跟你的牙医,先搞清楚,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你黑三角的,先搞清楚这个,有一个方法呢,我一定要提, 因为现在这个方法呢,很受欢迎,而且也是minimally invasive,几乎没有动任何东西,不用做手术,连牙都不用钻哦,应该是讲说,跟我今天要讲的所有的治疗中呢,最没有侵入性的, 因为它就是一种补牙,那其实呢,病人非常喜欢这种治疗,因为它完全不需要,像比如说你用veneers,或者是你用牙罐,那你一定要,牙齿一定要被钻,一定要被钻,你才有办法做这些,可是这个呢,是不需要的,这个又不需要手术,然后又不需要做什么牙齿矫正, 它就很简单,那这个可能叫做BioClear,它不是一般的补牙,它是一种技术,它用的是我们叫matrices,然后这matrices呢,就是把你这个牙齿整个,把它套住,那这个很重要,是因为它套得很清静,就是完全是照你的牙齿的形状,那这个时候你用补牙的方式呢,它就会很服贴的,然后就会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,那这种就可以做出,好像真正的牙齿, 那这种补牙,不会看起来很,怎么说,因为有一些呢,就会看起来怪怪的,形状啊,或者是颜色啊,那这种呢,它颜色就会看起来又特别的,很像是真正的牙齿,那如果你用一般的补牙的话,是做不出看起来这么自然,而且呢,就像真正的牙齿那样,一般的补牙做完会比较有一些瑕疵,然后那个地方可能还有缝隙,不是那么的好, 那这个做完以后呢,它是很服贴的在你牙齿上面,那这个呢,不只是解决黑三角哦,这个又可以解决很多牙齿上面的问题,比如说你牙齿呢,就是K到,然后呢,这边就是chip,断了一块,那这个就也是可以帮你把它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形状, 或者是有些牙齿就看起来颜色不均匀,它也可以覆盖在上面,就是把它整个cover住,然后看起来很自然,或者是你牙齿有牙缝,它也可以解决,所以这个呢,是很多原话,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的,它又是最非侵入性的治疗, 不像是veneers,或者是牙罐,那种是你贴上去了以后,那就不好拿下来,那真的是,它就在上面了,但是呢,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,如果你今天有牙周病,那真的不适合做,除了这个以外呢,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式,那接下来呢,我必须还是要提供其他的治疗方式,那其他的治疗方式呢,是veneers,或者是牙罐, 那这两种呢,我觉得它虽然一定要转牙齿,可是你一定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,不是每一个人状况都是一样的,有些人状况,如果他牙齿有很多问题,有蛀牙,或者是有很多那种,就是牙齿断裂的问题,或者是之前他就做了非常多的补牙,你知道,那可能最好的方式,就是一次性的做牙罐,或者是全部做veneers, 真的是要看状况,那如果是做veneers,或者是牙罐的话呢,它其实有它的好处,就比较多一点的空间,多一点的space来做,那另外一种方式呢,是靠矫正的方式,这种方式呢,叫做IPR,我刚刚不是说牙齿,如果有一种形状,比较三角形的形状的话呢,这些人就比较容易会有黑三角,那这些牙齿呢,如果把它最宽的那个地方哦,然后稍微把它shave掉一点点, 要是要钻牙的,就是,但是是钻不多,一点点而已,好,钻完了以后呢,你再用矫正的方式把它合在一起,那这种呢,也是一种治疗黑三角的方式,所以呢,这种呢,你一定要看你的牙医,让他们来决定,这种状况是不是适合做IPR,当然呢,治疗也一定包括手术,你可以做tissue grafting,那另外一种方法呢,我之前有提过,叫做pinhole surgery,之前在我的压阴萎缩的影片, 那这个方法呢,其实对于黑三角也是很有效的,那最后我要讲的治疗方式,是最近呢,近几年开始,比较受欢迎,但是呢,还在开始初期的阶段,那这个呢,就是打玻尿酸,没有错,我们除了在我们脸上可以打玻尿酸以外呢,就是我们那一块三角式,你也可以直接打玻尿酸,那它打进去呢,就可以让它plump,让它整个很丰满,看起来呢, 就让这个黑三角不那么的明显,那现在有一个研究呢,就说做完了,是觉得说黑三角呢,又变得不那么明显,但是呢,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,更多的病人来看,所以现在呢,是可以打玻尿酸在你的牙肉的,但是这个是暂时的,它就是可能六个月吧,所以这个不是永久的,你做完以后,你还是要持续的,过了一段时间,还是要再去打的, 好,那我今天就讲完了,把所有的治疗,现在的治疗方式,还有最重要的呢,就是要找出来,你为什么会有黑三角,找出原因以后呢,其实治疗就简单了,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,请在下面留言给我,还有呢,不要忘记按赞,还有订阅,开启你的小铃铛, 那我们下次见咯,拜拜